要来关心一下 到底我们这些政府官员 是不是在糊弄人民呢 还记得吗 新竹在今年初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民宅火警 当时一个老先生呢 好不容易逃到了楼梯间 打开窗户在五楼高 希望人家赶快来救他 没想到因为消防车 根本开不进来 所以呢 他就这样在众人眼前 被活活给烧死了 当时呢 这消防单位受到了民间抨击 新竹县长邱静纯 也为了消你民怨 火速地撤换消防局长吴武泰 没想到这只是假动作 因为一个月之后 他竟然让吴武泰 悄悄地回任局长 因此这个动作 根本就是在作秀 也让人家觉得 政治人物的诚信 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一间的家属连到前两次 火警亮出人命 13个小时内 新竹县长邱静 邱静纯赶到领堂 上香致意 死者妻子哭断唱 邱静纯一旁连防安慰 不断低声说对不起 还赶紧攀查火灾巷弄 承诺县府一定全面检讨 我以前童子军那时候啊 就有那些网子啊 可以弄起来 最起码 最起码 举过去担任童子军 临场应变能力重要性 坦承消防局很失职 但县长震怒的同时 消防局局长吴武泰第一时间 在镜头前 只冷冷丢下这段话 当然从地线指挥官 他自己下的这个研判 跟救灾的这个暂时来讲 这个部分我们出不完 并没有发现到 他有明显的疏失 三言两语 接讨没成立 或许怕失言哀哄 消防局长吴武泰 二十分钟后再次受访 终于扛起责任 相关的那个抢救的过程 我们会胜切去做检讨 回国整起火警 消防局出动五辆水箱车 三辆水库车 和两辆云梯车 分队加一销 总共五十六人到场 消防设备不算少 但老翁依旧命丧火枯 新竹县补被批 螺丝松了 简直是八掌溪事件 活长版 强大压力 逼着县长邱敬纯 火速寄出城处 消防局长胡武泰 被调非主管职 由副局长陈中正代理 那么他坚持要 请示扶起政治责任 但对比两千年 八掌溪事件 行政院副院长 由习坤负政治责任 请辞下台 失职人员13位被寄过 这回新竹县消防局出大包 中央消防署 有连带监督责任 就责层级 怎能轻轻带过 三连新闻 张浩玉黄彩 林新竹采访报道 超新网民旧的公司 山坞访报道 最后兵废级 最后兵废级